近日一架全新的战机曝光 从无垂尾的基本特征来看 其又是一款追求全项隐形的六代机 据推测很可能是一款 专为六代机体系打造的高端无人疗机 以补全六代机作战生态 而不是与歼36、歼50并列的有人六代机 从作战需求来看 中国没有必要研发三款有人六代机 对于已经充分曝光的歼36和歼50 这两者可以通过智能组网功能互补 跨域打击构建起空中作战云 歼36作为强对抗空战体系和反舰打击的核心节点 可在3000公里纵身内完成侦察压制打击指挥全流程 而歼51托2000公里作战半径 可作为舰载六代机 成为航母编队前锋和分部式杀伤链执行者 所以从作战需求来看 基本没有第三种有人六代机的发挥空间 从技术验证角度来看 第三款六代机气动布局并未脱离歼36和歼50的框架 其采用了双三角翼加兰姆达翼的混合构型 进气到魏4沈飞歼50的构型 也并未采用类似权动意间的额外创新气动控制面 至于主动射流控制智能蒙皮等是绝上不可见的新技术 歼36和歼50也推测已经应用 所以第三款六代机对于有人驾驶六代机的技术验证价值不大 从成本来看 研发有人六代机成本极为高昂 哪怕财大气粗的美国研发一款六代机都还一路跌跌撞撞 有人六代机涉及的气动布局 飞控动力全向宽平隐形 热管理和湖外隐形航电等 还有在高空高速下的飞行员人机交付安全和维生保障等 这些研发成本别说对一家飞机设计公司对于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小觑 但作为有人六代机的中成辽机 第三款六代机则有充足的作战需求 解放军现有无人机中 实际上并没有能够与六代机进行伴随作战的无人机 彩虹7和神雕这样的超大型长航式无人机 主要前出执行战略侦察任务 攻击11这样的飞翼无人机 固然能够上舰且具备全向隐形能力 但亚音速和航程限制了 其不具备六代机伴随作战能力 只能执行特定的作战任务 而飞鸿97A按舰隐形无人机虽然具备超音速巡航能力 但仍然保留了倾斜双锤尾 不具备全向隐形能力 较小的机体也意味着航程不足以全程伴飞 和五代机进行协同作战尚可 但是会严重拉低六代机的作战能力 对于美军来说 现有的XQ-58A MQ-28A 这些低成本可消耗无人机 一样只具备和五代机的协同作战能力 其本质是在五代机 不具备穿透型作战能力的情况下 中程辽机作为炮灰 深入高威胁区域 但是一旦和六代机协同 只会增加六代机暴露的机会 反而严重拉低体系作战效能 所以 为了在未来穿透进攻型作战场景中 歼36能够指挥无人机碎形电磁诱骗 分布式干扰阳弓 宝和火力打击等战术 需要一款具备六代机特征的可上建的无人机 作为分布式杀伤链执行者 无人六代机为了保障航程 具备较强态势感知能力 一样需要较大的机体 为了适配二马赫以上的超音速巡航 和低速航母起降 歼50采用可变几何边条和全动翼间 无人六代机 则采用某种变后掠翼方案 当然这种变后掠翼肯定不是当年F14可变后掠翼和YF22隐形技术的简单整合 我们知道 任何机械可变后掠翼的飞机 不同后掠角的机翼前缘的维达散射差异很大 加之主机身和转动的后掠翼之间 有一个结构叠加的大型缝隙 而表面爬行波 对这种表面缝隙尤其敏感 所以传统可变后掠翼毫无引擎可言 这款无人六代机 可能采用了西北工业大学的可变后掠翼方案 采用液压变动混合驱动的钛合金3D打印的双脚链复合转轴 其重量体积强度和疲劳寿命远非F14的2至3吨重的变后掠机构能比 机翼后掠角可在起降模式至超音速模式之间连续调节 驱动响应时间以F14大为减少 加之双三角翼的涡流控制 配合射流精翼 可以保证极低的航母起降速度 更重要的是 可动后掠断设计成一身融合内部的滑轨机构 机翼外缘轮廓线始终保持连续平滑过渡 因此不会出现传统旋转关节角度突变导致的雷达散射增强 可变异段还必须采用新型柔性隐身蒙皮进行覆盖 以便对可变机翼外缘轮廓进行精细动态修行 遮蔽可能的锚钉 活动机械结构和缝隙等 避免了任何额外的散射源 无人六代机的定位将不是低成本可消耗作战节点 反而相对有人六代机实现了物理欲极限以信息欲极限的双重突破 无人六代机取消了诸如座舱 氧气 弹射装置等生命维持系统 最多节省30%以上重量 还具备极端环境适应性 有人战机受飞行员生理限制 最大承受9G持续过载 顺时极限过载约12G 而无人六代机可设计为15G以上的持续机动能力 甚至通过优化气动和材料实现20G加的顺时过载 大幅提升规避导弹抢占攻击位的能力 基于自身态势感知能力 以及体系多种传感器融合 无人六代机基于AI在复杂战场环境中将扮演战场显微镜 和角色加速器的角色 ODA循环将从分钟级压缩到秒级 使得强对抗条件下的复杂战场从信息过代变为信息优势 在未来 这款无人六代机获宇歼36歼50组成超级空战集群 而无人六代机作为影子杀手 填补了穿透型作战中的高升层性高级动作战节点的空白 通过自主AI快速理解战场的同时 一方面可以更好遂行被分配的全域打击任务 另一方面甚至引导有人机实施降维打击 同时引擎变后掠翼技术 使其成为航母编队的隐形触手 在远海对抗中实现前沿存在 顺时突防饱和压制的战术闭环